今天是一个特殊的圣诞节 因为这些天我依然是健康的并没有被病毒感染 非常抱歉 我没有正确的完成政府的任务 希望大家都感染病毒 从而被迫完成免疫的任务 看来是我的父母有错 因为他们给了我比较优质的基因 我们都能看得出来 政府正在快速地推进这个全民免疫的过程 12月24日平安夜的晚上 政府发出了新的通告 要求每一个轻症的被感染者在7天之后 就可以自动被判为康复 并且允许回归工作岗位 新的规则里 取消了对于康复者的病毒检测阴性证明 这样可以让所有的人 快速地脱离被病毒纠缠的泥潭 今天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特殊的圣诞节 因为还没有被感染病毒的我 不得不继续躲在家里 尽可能地躲避病毒 我们的一个朋友已经康复了 他反而特别开心 因为他可以随便出去玩了 看来 幸运的是我可以远眺窗外的圣诞节的夜景 这也算是一份节日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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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标 这也算是一份节日的快乐 这也算是一份节日的快乐 就是宓俗病毒 那这也算是一份节日的快乐 就是一份节日的快乐 再算是一份节日的快乐 所以说明天资格坡 补助政策 鼓励企业员工留在本地过中国新年 可以得到相应金额的补贴 就在刚才的本地新闻里 我听到了这个消息 那些被刚刚紧急招募的救护人员 正在紧张地开展基本的培训 2022年的圣诞节 成为了我躲在家里自我封锁的节日 这个圣诞节必定是一个特殊的节日 将会让我终生难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